防守队员的脚步训练 要求进攻队员想办法把这球从这个两个标识桶之间传过去 那么防守队员你要想办法不让它传过去 给它阻挡住 开始 要注意 中间传 哎 好的 我中间传 好的 好的 很好 好的 下面这个训练 中间的人不能在里边了 要站在外边 球给他 使说要在外边 然后移动 不能站到不能进到里边来 同样也是 不能让他把这球传过两个标识桶 我来做一次 好 开始 好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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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 开始 很好 防守的很好 很好 对于防守者来说 脚步的移动能力和对身体平衡的控制非常重要 比赛中 一旦被对方进攻球员轻易地晃倒摆脱 将会非常危险 要记住 防守队员的任何举动都决定着进攻者的动作 良好的移动 准确的选位 果断的出巧 只能使进攻者望而生畏 无计可施 世界上每一名优秀的后卫 无不具备这些能力 像尼日利亚对亚伯的这个防守过程 非常完美 马尔蒂尼总是先与对方做出判断 并卡住身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